我是赵绍康 那我们现在这个观点的订阅已经五万多了 不错 昨天才一万 今天变五万 那我希望目标至少第一期 这个初步的目标是十万 所以请大家告诉大家 因为昨天 这个我凭这个 陈其迈跟韩国瑜的辩论 那已经到了三十万 冲到三十万以上的这个点阅 所以我想应该十万订阅 应该不是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那希望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 大家告诉大家 你也希望你来订阅 也希望你请你的朋友订阅 到YouTube的频道呢 就下载观点 下载观点以后呢 按订阅 然后按铃铛 其实就可以了 其实很简单 那我会定期或不定期的 在赵浩康时期的脸书开直播了 然后直播以后会上传到观点 所以你可以在Facebook 你打这个赵浩康时间 你在YouTube就打关键字 打观点就可以了 我今天要谈的是 这次选举礼拜六嘛 选举中间牵涉的统独问题 很奇怪啊 照理讲啊 这个选举 这是地方选举 跟统独无关 可是呢 台湾每次的选举 它背后都是这种统独 尤其是独 台独的这个阴影 这个鬼魅啊 在天上盘旋不去 都会影响到的 已故的胡佛教授 台大政治有名的教授就跟我讲 他说 为什么在台湾啊 每次的选举 大家都不重视公共政策 你在美国选举 一定重视公共政策 什么叫公共政策呢 比如堕胎该不该合法化啦 该不该减税啦 像这些事情 都是公共政策 台湾很少谈这些问题 有没有人谈有 会叫你讲政见 但真的讲的政见 几个人真的重视 也不是很多人重视 没有也不行 但是有呢 大家也不重视 所以就变成了辽被一格 为什么 因为啊 政治的上层结构 就是 identity 国家认同 美国没有这个问题啊 美国除了夏威夷 偶尔几年搞一次 下毒 夏威夷独立以外 通常没有 美国人不会说我要独立嘛 在台湾有这个问题啊 这是最上层的问题 这种国家认同的问题 接下来是政府体制的问题 你要内阁制啊 总统制啊 双首长制啊 半总统制啊 这是内阁体制的问题 再下层才是公共政策 那台湾啊 上层问题没有解决 所以每次呢 那个上层问题 他远远的 这个超越了下层问题 所以光在上层问题 纠缠不清 就很少人真的去重视 到公共政策问题 尤其到选举的最后 那民进党一定会祭出这种 独立的统独的问题 来吸引 他比如说现在 他觉得选情不好 他的这个支持度不高 那施政不好 觉得没面子 支持者觉得没面子 但是呢 一祭出这种什么统独问题 哇 这个支持者 这个热血沸腾啊 他就是会号召 把他们召唤回来 目前看起来 之前 民进党好像看起来 士气蛮低的 但我最近他们 有一点归对了 就是说这个士气高起来 那当然你有几种方法 一种是直接诉求统图 一种是不直接 间接的 比如像这次的 公投案的东奥证明 东京奥运证明运动 他就是一个间接诉求 也就是说 他讲的是说 啊 我们这个台湾队 到东京奥运区 为什么要叫中华台北队 不能叫台湾队 其实 他背后 就是 就是台独的问题 看东京奥运 能不能穿破这一层 如果穿破这一层 接下来 公投可能就是 这个台湾要不要 要不要证明 那只是现在因为 公投法里面规定 这统独问题 不能放在公投 他就 这个绕着弯走 然后给你搞一个 东奥 而且讲起来 我们 台湾对啊 对不对 到东京参加奥运啊 这个政治不应该 这个影响体育啊 也名正言顺嘛 好 那今天台湾很多的这个运动选手 很多的运动选手呢 那么站起来啊 说要反对 意思是说 不要干扰他们去参加这个东京奥运的机会了 这个问题本来也没有那么复杂 那现在为什么搞这么复杂呢 就是说 第一个 他们要搞公投 公投就有两个结果 过跟不过 那不过 就没话讲了 不过就不过了 那过了 接下来就 另外一个问题是 你像不像国家会申请 过也可以不申请啊 因为政府现在可以推啊 说 公投的结果只能 揭述政府啊 但是 中华奥会 是独立的奥会机构啊 所以我管不到他 中华奥会可以说 我不去申请啊 但是 压力会很大 就中华奥会 比如今天已经有声音出来 叫奥会主席 叫那个林宏道下台 为什么这个反对 我们这个证明下台 那如果公投过了 奥会不去申请 奥会主席秘书长沈一庭 主席林宏道 压力都会很大 本来这个事情 应该政府出面 来劝大家 因为你民进党政府嘛 搞这个东西的人 都是支持独立的人嘛 你民进党政府 劝这些搞独立的人说 这个这个知识体大 到时候我们可能 连会集都没有了 这民进党政府不讲 就推给奥会 推给中华奥会 中华会就很辛苦 怎么办呢 你今天想 你如果是奥会主席 你怎么办 你出来讲还是不讲 不讲 会集可能被取消 讲 人家说你又是什么意思啊 你吃里扒外啊 你不替台湾证明奴隶啊 你还这个 这个来反对啊等等 他很困难 好吧 申请以后 我认为 如果公投过了 那好吧 他就要申请 他不申请好像压力也很大 申请的又几个结果 第一个就是申请过了 国家会说很好 我们就让你改名 那没有话讲嘛 他愿意让你改 不过 不给你改名 这怎么办 那不改名 还有一个被取消会集的风险 好 那如果没有取消你的会集 那你当然就要回来摸摸鼻子 仍然用原来中华澳会 中华台北去参赛嘛 这就没有问题了 取消你的会集 你不能用中华台北了 人家说我给你中华台北 你不要 不要 我不给你了 这时候呢 他们就 想出一些鬼点子 说第一个 你用难民身份 我们好好的 中华台北 为什么用难民身份申请呢 为什么用难民身份去参加呢 这是一个 第二个说个人参加 不用国家了 就是个人 个别的人自己去 那另外就是不参加 有骨气 所以你不准我改名 我就是不参加 但我认为不参加不可能了 因为选手 对不对 这个台上三分钟 台下十年功 那个几分钟 就是他一辈子的精华 你叫他不参加 怎么可以呢 所以看起来 这个叫他不参加 也没有什么道理了 那 本来 本来 你会觉得说 公投过 我去申请嘛 那 不过就算了嘛 不过就维持原状嘛 但是国际奥会 来了三次函 一次比一次 紧迫 11月16号来一次 10月16号来一次 之前5月来一次 你看10月16 11月16 接着来 就跟你讲说 你要小心哦 就不能用外力来干涉 那什么叫外力呢 就看你怎么解释了 对不对 你也可以说这些台独团体啊等等是外力啊 你可以说公投是一个外力啊 理论上 这个国际奥会在瑞士落伤 瑞士天天有公投啊 对 那公投加长 加长便饭 司空关键 可是到你的时候 他就有意见了 这是一个 另外就是说 民进党到底跟这个公投有什么关系 民进党公开说 我没有股东啊 那是记政啊 但是私下 你有没有联系呢 私下 有没有发动你的人支持呢 他其实是 这个关系是overlap 是相当重叠的 那当然对民进党来讲 是赚钱的嘛 稳赚不赔 因为趁机来刺激选民 比如说很多选民可能也觉得说 我本来不想去投票 不要投票了 因为觉得民进党施政不好 可是 台湾中民啊 东澳正民啊 我要去投票 我去投票的时候 那剩下的什么 县市议员 县市长投谁呢 就顺便投民进党 他这个可以把 把原来不投票的人吹过来 另外也是增加一些 这个意识形态 刺激这些意识形态的选民来投票 你回到实际问题来看 当时是蒋经国当总统 在那个时候 我们都不得不接受中华台北 那个时候老共 老共的实力比现在强还是弱 弱很多啊 现在比以前强很多啊 那是40年以前的事情 那个时候台湾的实力 现在强还是那个时候强 相对来讲 当然那个时候强了 就是那个时候台湾跟大陆比起来 我们实力没相差那么多 但经过这40年 对不对 这个实力相差越来越多了 在那个时候 蒋经国是个强人 在那个时候 你只能争取到中华台北这样的民意 你认为现在 你会争取到比较好的条件吗 你现在如果能争取的比较好的条件 当时为什么争取不到呢 当时没有努力吧 也努力了 争取不到啊 国际现实就是这样 所以AIT的理事主席 听说也私下警告了蔡英文 说美国这个事情持不上力 美国没有办法帮助你 因为美国在国际后 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那个墨建 墨建告诉蔡英文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呢 你可能会因此丢掉会计 为什么 本来我们也认为 这是没什么了不起 北京在后面一定做梗 北京最怕你台湾去搞公投 去搞独立 那你现在没有公投独立 你公投一个奥运证明 他就是绕着弯搞 那他会不会在意 他当然在意 所以他根本就希望你 不要办这个公投 但现在看起来 箭在悬上不得不发了 那他希望你不要过 你过了 到时候你自己承担后果 所以他一定要这样警告你 那真的过了 到时候会不会真的被取消会计 还是被中止会计 这个或者暂停会计 不知道 到底结果怎么样 不知道 那显然我认为在后面 北京又用很大的力 那民进党当然又拉了这个东西 又把这个抓来 告诉他的选民说 你看这个事情 都是北京在后面做梗 等等等等 所以这次的选举 这个冬奥证明运动 变成另外一个化身统独的议题 会不会影响选举呢 我认为是会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金马奖 金马奖本来也是两岸三地华人 香港大陆台湾 华人的电影最高殿堂 大家都觉得说 哇这个不分 不分这个什么党派的颜色 地狱的 就是艺术就艺术 颁奖 大陆也派了艺人来了 演员来了 他们也自己来了 香港也来了 然后呢 突然我们看那个富裕 就是纪录片 纪录片本来是个小奖 小奖在台湾都放在最前面 所以他就站起来讲 一番这个知识台独的理论 言论 这一讲以后 那大陆队怎么办呢 他是默默听了 还是离席抗议 还是要反击 看起来他们选择是反击 他的反击就图门上台说 他来到中国台北 两岸一家庭 那如果富裕不去讲那个台独言论 我认为图门是不会讲这个 那大家就是 大家应该有个默契 在这个场合不谈政治 那你谈了 那我也不要谈了 那我常常讲 人家是客人 你是主办单位 李安辛苦得要死 对不对 你是主办单位 人家是客人 那你这样 这是代客之道吗 理论上讲 台湾 就是说这个蔡英文都应该道歉 至少那个郑立军 文化部长应该道歉 说让客人觉得尴尬 主人总是希望兵主敬欢 不要让人家尴尬 你这是让人家尴尬 然后还真正有职 哇 邓立军第二天还跟那个富裕照相 蔡英文还说 我们就是台湾 我们是不是什么中国台湾 扯了半天 又把他变成一个统独问题 所以有人认为 当然有人不认为 有人认为说 那个富裕这样讲 是不是事先民进党 有人来怂恿他 故意在这个时候丢出这个事情 然后接着立刻 你看看文化部长也上台 跟他合照 来鼓励他了 蔡英文也讲话了等等 似乎又跟选举绑起来 你认为没有关系吗 你认为没有在这个选举 掀起这个统独的正义吗 因为我认为有啊 不管是有意无意 有 就是他们想形成 上次选举的周子余事件 听说那次国民党自己评估 掉了好几个立委 都在落选头 差一点的当选 但是因为周子余事件 所以呢 落选 那这次金马奖 也引发这样的问题了 那问题就是说 本来这些得奖的人 上台讲什么话 是很难控制的 我知道是很难控制的 美国好莱坞 这个奥斯卡班奖 也有些演员啊 像马龙白兰杜啦 像很多女权运动者 何利贝瑞啦 这个种族运动者 也上台去发表一个 激烈的政治言论 也有这种情况 很难 那怎么办呢 那以后到底怎么办呢 那当然台湾立刻 传出来一个消息 说老共中宣部 北京说 以后不参加了 然后接着呢 这个北京方面否认 我没有讲这个话 当时我也觉得很奇怪 他就算明年不参加 他也不会现在跟你宣布 他到明年 要举办之前 再决定就好 干嘛现在讲呢 搞政治人 不会这么幼稚的 所以他说我没有 这是假消息 那这假消息怎么来的 是可能有人揣测了 所以你看这次都不参加 酒会啦 那下次可能不来了 下次会不会来 不知道 联合报黑白 其实说下次搞不好不来 因为下次会有个问题啦 那事先 大家可能要先协商 我请你们来 那是不是都不谈 都不谈统论问题 都不谈政治问题 那谁能保证呢 谁能保证哪一个人不谈呢 而且明年这个时候 要选台湾选总统啦 比现在那个选举更大 选立委啦 更重要啊 统论问题可能更为严重啊 更为突出啊 除非大家讲好都不讲 但是呢 北京会相信吗 你说你不讲 到底你讲怎么办呢 这怎么保证啊 所以明年我认为 可能可能这个 北京到底派不派人来 大陆派不派人 我是打个问号 虽然北京现在说 我们没有派 没有说不派 他可能也怕影响 这次的选举 因为他说不派 台湾又讲了 你看啊 这个他讲了 这个我们 他自己还不来啊 等等啊等等 台湾很容易把这次做到 所以北京现在也觉得 他不要上当了 不要在 不要在这个事情 被人家利用 他说我现在没讲话 那以后会怎么样 谁也不知道 反正 就是呢 统独问题在台湾 这个 这个魅影 是永远存在那个地方 每次到选举就起来 那吹票也没有用 民进党认为有用 这个老狗玩不出新把戏啊 他认为 这招是有用的 每次都有用 我认为会递减啊 有没有用 还是有用 你看最近 绿色被召唤出来 当然除了 吴敦义 骂陈菊 母猪 肥兹兹的母猪 有影响 另外呢 这个韩国瑜的辩论 有影响 另外就是说 这个统独的问题 每次到选举之前 就会被召唤出来 这个阴魂不散 就会召唤出来 那只是我们希望 他的效应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但最后民进党发觉 这招没用了 那时候他就不谈 那这个可能要寄望在下一代 我认为慢慢年轻人 可能对这个问题 越来越无感 又觉得说 你不谈一些实际的问题 谈这个问题干嘛 谈这个问题 台湾就会变好吗 谈这个问题 台湾在国际有地位吗 谈这个问题 两个关系就会改善吗 谈这个问题 台湾经济就会起飞吗 谈这个问题 也许慢慢这个影响就会降低 好 今天说到这里 谢谢